东西平面上的反射我们去看看 平面上 随便给一条线 它怎么引起平面上这个点的反射 这个变换是什么呢 是这样 这随便给一个点 那你就可以做它的垂线 这个叫P点 那么这一段 它到它的垂线的距离 把它延长线 这一段它相等 P一撇 它就一个对应点 每一个P都有一个对应点 P一撇 把所有的点P 对应到它的P一撇 这就得到了平面上的一个变换 这个变换就叫做 对于这条直线的反射 平面的反射怎么办呢 很简单呢 把这个直线给它 生成一个面 我们现在很简单 不要说别的 就是说对这个中间这个面的反射 现在这样 这个面是这样了 大家看看这点变了谁去了 它应该变了这一点嘛 对不对 这一点呢 变了这一点 这是确定的一个变换 但是这个变换绝对不是转过去 转不过去的 它这么一转 这一点一定到这来 这一点到这去 不可能是它变了它 它变了它 怎么也领不上去的 为什么领不上去 还可以说 这样一个变换像什么呢 镜子 你们看镜子就这样 镜子在在 你人潮在一站 那边看到的是这个手 这边看到的是这个手 对不对 左右手 你看 看见吗 这个镜子啊 这边在这 这边就到了这样一个东西 对不对 你说有没有一个变换 能把左手跟右手 捏合起来的 不可能 左右手啊 你要把它大拇指 跟它一靠的话 它这个不能这么靠的 这个是 这个是 左右手 它一靠 它就到反面去了 这个就变成这样了 它就不能靠 左右手啊 是不能重合的 你们就怎么弄 也不能重合 这个是很固定定向 你们自己重合啊 不是对应啊 就是你把这个左右手 伸进去 你伸不进去 跟它一致 它一伸 它就到这边 它就到那边 这就叫定向 解析几何里面 学过定向吧 右手系 左手系 右手系跟左手系 是重合不起来的 为什么呢 它只要那两个一重合 一个往这个方向 一个往另一个方向 它是到不了一起的 左右手是重合不起来的 这就是说 这个反射这个变换呢 是不能通过一个运动 把这两个重合起来 近反射 它有对称性 但是不是重合 就是这个向 左手的向跟右手的向 是对称的 但是不是重合的 所以 这就是平面的反射 平面的反射 具体的形象 就是静子的里面的向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嘛 你如果是对角面 它就把这个点 就变成这个点 这条直线 就变成这条直线了 对不对 这就是刚才做的这个事情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先解释一下 这个反射是什么 它的确有个正腰变换 把它变过去 这个变换 就是形象上就这么讲 好 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就一步步来写出 我们的最后的这个东西了 怎么写呢 这个G 面一 它是等于 这是SI 这是一个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就得到这个G1了 就它 我们刚才怎么求它的 就是它把面一不动 但是在这个四个零上有作用 通过这个作用 我就可以求出这个G1了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G1有了 这个有了 G4等于什么呢 G4 在这个面 六个面上有个作用 它得到的是 是1到6 这就可以得到了 好 我现在再来诉说 这样的做法 它的功用是干什么要这么做 你好像看起来很复杂吧 我说 我现在问你们一句话 现在立方体的对称性群 有多少个元素 有几个 这个里面有几个元素 8个 这儿呢 每一个有8个 一共有几组啊 6组 6 8 一共48 对不对 好 这是48个元 但是在我们这个里面 做的里面 一共求出了几个元呢 我们来算算看 第一个要求出一组Ti 六个 对吧 然后呢 要求这个G 这八个 我并没有求八个 求什么呢 求出这个SG1A0 两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是 线Si 是四个 两个 我们一共真正求出的元素 是几个呢 两个 加四个 加六个 然后靠这四个元素 组合出整个群里面的 所有的元素 通过乘法把它做出来了 这样可以乘出一共48个元素 真正求的是 14个元素 这就是理论的作用 本来要求48个 我只要求14个 就可以用办法把它做出来 这就是化简 通过这样的办法就化简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这告诉你一个 切切实实的办法 由简呢 把复杂的东西做出来 如果你不用这个公式去求 正方形的那个对称性群 你用眼睛看看 妈妈糊糊话 可以看到八个元素 对不对 就是四个旋转 再加四个反射 妈妈糊糊看出来 怎么叫妈妈糊糊呢 我再问一句话 它为什么只有八个 这还有点麻烦 对不对 你还得去论证一下 对不起 我看大概世界上 也没有几个人 眼睛可以看着48个元素是谁 就是立方体 共48个这个正交变换 可以使它不动 我恐怕这个人太天才了 眼睛一看 能看着48个出来 就不大容易了 不但这个48个看不出来 正四面体 正四面体 这每一面都是 这还吹个边 正四面体 每一边都是正三角形 这个 它的这个对称性群 是24个元素 这24个元素 用眼睛看就不大看得出来了 你不想你们去看吧 这个24个政教变换 使得这个正四面体 自己不动的 看 我不是说你写的表达色出来 眼睛看 可能就已经很困难了 这就是说我们理论的作用是告诉你一个办法 有简单的东西构成复杂的东西 这样比观察就好得多了 所以我在书上还特地写了这个话 我是很感叹这个话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抽象的理论 觉得你这个抽象理论有什么用 我就说这就是用处 我在38页上 你看那个中间有一段话 上面决定立方体的对称群的方法 不是靠观察去找出所有的全部对称性变换 而是用了定理二的结果 这不需要高超的观察技巧 它说明了抽象研究的力量 这就是这段话 这段话其实很重要 我们还可以类比历史上很多东西 我们大家小学里面学过算术 算术题目是很难的 因为它没有一定规 是吧 什么基督同龙啊 什么这个等等 指数问题啊 中标啊 问题啊 每一个都有很个别的问题 有个别的方法 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统一的办法 但是一学到代数 用了未知数的方程 然后再用代数的运算去解方程 这个你就不要动脑子了 机械化 对不对 现在都可以变成计算机了 你可以去算了 这就是理论的用处 理论就是帮你少用脑子 对不对 就是说你本来是要靠这个很很难受的这个劳力劳动去求的 可以解放一部分 解放一部分 所以这就是理论的作用 是不是 当然我们其实底下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例子都会有 好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应用 我下面再来讲第二个应用 我为什么要讲第二个应用 就是图形啊 他不用用去看的说轨道等等这些事情 还可以用公式啊 还可以告诉你一点办法去用这个公式 找一个群作用 一个轨道就行了 我下面讲的一个事情 就是广是用看 有时一下子不容易看出来 我就看上面这个东西 上面这个东西啊 如果是笨办法 怎么做呢 笨办法就是这样做 求他的这个 求他的对称性群 就是求所有的S4里面的变换 使得这个多项色不变的那些变换 要求这个东西 求这个东西一个最笨的办法 S4啊 一共有24个自换 把每个自换都去变他一下 最后当然能够决定出来 一共有哪几个自换 使他不动 这样可以算出八个来 是不是 所以他有八个元素 这个书上列了这八个元素 但他就没告诉你怎么求 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求也没什么意思 最笨的办法就是 每一个都去试一下 试完了以后 只有八个不动就完了 这是一个办法 我说这个东西啊 也可以用这个公式来看 为什么用这个公式来看呢 我们现在来看 一个Sigma 属于 这个不动的话 也就是说Sigma X1X1X2X3X4 它等于XSigma1XSigma2 加上XSigma3XSigma4 对吧 我说他要等于他 要等于他 那这边一共两项 这边一共两项 这个两项是现行无关的了 所以必须要想等的 对不对 不是他等于他 就是他等于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里面 你就发现 这个两个东西 在Sigma之下 就有群作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 这个Sigma 实际上是这样 Sigma 把X1X2分开来 X3X4 变到支撑 因为他只能把这个项 变成这个项 或者变成这个项 他也是如此 所以他把这个两个东西 分开来说的话 看出一个集合 把这个集合变到自己 所以他就一定是这样 变到支撑 那么于是 整个S4就在这个集合上 有群作用 或者说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的元素 所以这一个 我把它叫做G1 在这个集合 这个集合我们叫M 或者叫M1吧 我们跟前面一样 M1 在M1上 有群作用 好 只要做两件事情了 一个 这个里面有什么元素 可以把它变成它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变到支撑 所以这很容易 第一个是E 是吧 把这个X1 X2 等于X1 X2 横等置换 一变到E 二变到2 它变到自己 这是一个 还有什么的 有没有 还有什么置换 可以使得 整个这个核不动 而把它变到自己的 很简单 你把这两个电脑 这两个电脑下 这个像就不动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Sigma 是等于 我把它叫Sigma1 是等于 1234 这是2143 这不就把它自己 变成自己了吗 它也把这个 要写这个 它也属于它了 因为它 把这一项变得不动 把另一项 也就变得不动了 因为三四只能互变 所以它就一定不动了 所以这个也就 得到两个元素了 所以我们 一个是E XSigma1 就出来了 这个群作用 在这个群作用上 是G1 G1在M1上的群作用 求助它了 这不是错了 这说错了 这不对 这搞错了 这只是求出两个东西来 它变成它 然后这个变成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 说错了 X1 X2等于E Sigma1 对 这两个元素有了 它只有两个元素 要么是每个脚背不动 要么就两个融换一下 这是有了 还要求什么呢 还要求一个元素 使得这个 对不对 还错了 读得很了 我这个写错了 我刚才在脑子里面搞错了 我想把它算成三四的 不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还错了 这共有四个元素 这个 我自己把自己搞乱了 这个 我们刚才写了一个这个 其实这个 我自己把 刚才我自己 以为搞乱了 实际上你还可以再写 还有 这几个东西 这四个都是把这个不动的 因为这个两个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动 可以不动 有两种可能性 所以它就得到四个东西 所以我们一下子 这个东西的对参性群 就比较好算 一 一 X2 X2 这是有了 哪一个变换 能够把它变成它 而且又保持 这个和不动呢 这个不动呢 那也很简单 它们互换一下就行了 所以我们求出一个 T1 T1 1 2 这个变3 这个变4 3 4 变1 2 它不就变过去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套呢 所以这个套呢 X1 X2 等于X3 X4 我们就找了两个元素 是很容易找了 把它变成自己 还有把它变成它 这个一组元素 相当前面的Gi也有了 这个稳定化值也有了 现在就求出来了 G1 是等于 这个稳定化值 G在F上的稳定化值 就等于 这个有两个元素 这个是E 乘上 这个X1 X2 还有并上 Tau 这就根据这个公式 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是 你看算得出来的 这个里面有四个元素 有两组 一共是八个元素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通过 简单的东西 也给求 简单就在哪呢 这个一定是实现它们互变 互变的话 就是它可以作用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的稳定化值 就是只有一个单向是 好求一点 然后这两个元素也好求 它变成它 它变成它的 这个也好求 所以整个这个就好求了 好求 所以这是共八个元素 八个元 所以像这样一个函数的 这个对称性群 后来它的这个 我们要求它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群作用 群作用 群作用的 就可以利用刚才那个公式 就可以就来求了 所以这个呢 都是在不同情况下的一个运用 这个是图形的 这是函数的 这是函数的 要求一个轨道的 要求一个轨道的长度 有轨道的长度 就引起这个 就引起这个稳定化值 和整个 那个群作用的群的 这个一个关系 这个定理很重要 好下面呢 我们再把这个得到的一些知识啊 用到另外一个群作用上去 我们前面在群上讲过一个群作用 就是左层和右层这个群作用 那个没有用这个公式 为什么用不着 它那个轨道长啊 就是培集的里面元素的个数 那时候永远是一样的 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不要这公式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那个讨论就比这个简单 那么下面一个群作用 就不太同了 我们就是讲共和作用 考虑共和作用 这共和作用就是这样的了 G乘G到G 然后这是A 这是G 它变得AG 但是这个变换有一个记号 叫做IAG 用的这个记号 它的具体的内容是这样 是AG ALE 是所有的 好 那么它的轨道是什么呢 那么它的轨道 我们也给它一个定义 这个公和作用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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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是我们把它是用这个集合写出来 那是所有的AG 这个G呢 是一个固定的 它过际的轨道 共和作用的过际 过际的轨道 这就用所有的东西来去作用它 那就用所有群论元素去共和作用它的到的结果 这就是它的轨道 那么这个轨道呢 我们有个名称 称为G的一个共和类 要知道群论发展得比较早 共和类培集的概念早就有了 群作用的概念是后来才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用群作用的概念来描写它的时候 这个名词早就被人家占有了 人家以前已经给它用过一个名称叫共和类 早就有了 不过新的看法 这个共和类就是群作用的一个轨道 是共和作用下的一个轨道 好 这是这个 我们把它继承 就是CG 就是国际的共和类 就是这个集合 这个你可以再写一步 就是写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AG A逆 A属于G 就是所有的 这个定义在共和作用 定义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它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假设 这是个有限群 其实不说有限群也可以 所以我不说有限群 等会最后要算它就是这种有限群 我们当然就有这个轨道病的这个东西 是G的全部共和类 有CX1 我们这么写吧 CX X属于I I是一组元素 这些是全部的共和类 那么G的话呢 就等于 X属于I 这是无胶病 这是过去有的 共和类的无胶病 就是轨道的无胶病 是一样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有限群的话 如果G 是有限群 它的共和类就有限个了 是吧 那么全部的共和类 就是 CX1 CX2 CXK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G呢 就等于I等于1到K CXI 就是有限个共和类的病 我这再说一件事情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些轨道 所以如果是有限的话 是有可能把所有轨道求出来的 如果数量不太大的话 比如说我们求这个左层的轨道 就是求培极分解 培极也可以分解 是吧 轨道分解 那么我们给了一个子群 怎么把它一个子群的培极分解 怎么求出来呢 最简单就是一个个求啊 先找一个元素 比如单位元素 是不是啊 拿H和单位元素乘 乘完了以后 一组元素出来了 它如果等于整个G了 那就完了 如果没有等于G 再找一个元素 比如X2 拿在H再乘X2 又得出一条轨道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 这两个东西 已经把G给它填满了 没有填满 再找一个元素 再用H去和它乘 这样一条条轨道 有限够嘛 所以有限部就可以做出来了 所以 这个供额类也是如此 一个元素 把它说的供额类求出来 它是不是已经到整个G了 不是 不是还有元素 还有元素再做它的供额类 这样也能把它分成供额类的病 当然这个说起来是容易 做起来 就工作量就搞不清了 对不对 搞不清了 好 这是我们可以分成供额类 那么对于这个里面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 类似于刚才的什么稳定画质啊 这些东西 有一些名称 包括这个里面 供额类的长度 供额类的元素的个数 就是轨道的长度 对不对 然后这是元素的 G的元素的个数 这跟这些供额类的长度 就有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可以用刚才的 那些概念起来求了 这些概念也都是 原来在群的里面就先有了 所以就 现在名词都不同 所以又来一个定义6 G的元X在供额下的稳定画质 这个稳定画质 我们有个名称 称为X在G中的中心画质 所以这个为什么有呢 群作用的是后来的 中心画质早就有了 所以它早有这个名词 用了以后就不好改了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要这么写 这是供额作用下的 这个稳定画质 我们现在呢 它是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这样 稳定画质是属于的A 对不对 它作用的这个X上 等于X 对不对 是 错了 A写在前面 A属于G A作用的X上 等于X 这是我们这个群作用的标准记号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群作用呢 是共和作用 所以它应该是A属于G 这个AXAN等于X 对不对 这个还可以这些 就是在共和变化下不动它 这个把它乘AN过来 就到了A这样的 是吧 那就得到了这样 A属于G AX等于XA 这个表示什么呢 就是和X交换的所有的元素 这表示AX等于XA 就是和X交换了 乘法交换 所以这是和AX交换的所有的元素的集合 这个 这个稳定化指 现在的名字叫中心化指 而且把它继承 CGX 这个在City里面已经见过这样的东西了 就这样 就有这个东西 好 这有了以后啊 我们就把刚才的结论 也可以写到现在的情况下 定理三 这个 它叫内长 与内方程 什么叫内长 比如说CX 它叫内长 就是这个轨道里面元素的个数 元素个数 这就叫内长 跟内长有关的方程 叫内方程 好 第一个事情 CX 这是轨道的长度的这个 它等于G 对于它的稳定化指的指数 稳定化指 现在就是中心化指 这是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当然也等于 这是这个 又是 CXE CXK CXN 是全部 共额内 则 从这个公式 它等于所有的内长 而内长也有公式写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G 元素的个数 是等于所有的那些并级 就是和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什么 内方程 所谓内方程 就是把这些内长 和群记的元素 个数 之间的一个联系 就叫内方程 内方程 好 这个内方程还可以化解 还可以化解 因为它是共额作用 共额作用啊 在群里面有些特殊的轨道 比如我举个例子 单位元素的轨道是谁 就是说单位元素 在共额作用下 它的轨道是谁啊 它能变到谁 单位元素 这个是单位元素 被这个 任何一个元素 做共额 变完了是谁啊 因为这个E啊 换到这来 E和A是互相交换的 A和A 你就消掉了呀 所以它还是E了 对不对 所以E就是这个 所以有些固定的轨道 是这样 像E CE 就等于一个元素 对吧 CE啊 就只有一个元素 好 我再来一个元素 假如这个G A啊 属于这个中心 中心在系体里面也做过了 对吧 这个中心叫ZG 它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和A里面 所有和G里面的所有元素啊 都交换的 这个A啊 是在中心里面 就是它和G的所有元素 都交换的这种元素 就是它的这个中心 这个元素 那么它的功额类是多少呢 这个A 那就很简单了 它用任何一个元素 去共和它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G A G里 所有的这个 都等于 A 因为这个是吗 这个A如果属于中心的话 A属于中心 这个共和就变成自己了 所以它的这个类的 也只有一个元素 这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其实呢 一个东西 这个可以写出来 一个元素 CA 就等于自身 一个元素的话 当且紧当 这个A是属于 它的中心 那它自己一个元素 它就跟所有的都交换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轨道里面啊 有一些元素 它是在中心里面的 它就只有一个 还有一些呢 不在中心里面 它就至少有两个元素 是不是 所以我们 令CY1 CYK 是多于 一个元的 全部 共和类 全部共和类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写这个了 这个 G 一部分是中心里面的类 它里面呢 只有一个元素 还有一个呢 是这些 两个类合成 这一份类 每一个里面 只有一个元素 A 又取之所有的中心 这个并起来以后 正好就是中心 对不对 每一个元素 只有一个类 它这就是A 它就是一个A 又取之所有的中心 那么整个并起来 就是中心 所以它应该是 是中心 在并上 I等于 并上这样 再来一次 I等于1到K CY 这个里面都是大于 等于2的 所以它还有第二个 这个类方层呢 就是把这个突出出来 那么这个突出出来 这种关系啊 都是群论里面的一些 很基本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 就可以得出很 很有效的性质出来 很有效的性质出来 那么这个公式怎么用 有一个细题里面有 这个细题里面 我以后再说吧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布置一下细题 多了 早的呢 今天才礼拜二呀 好 我再说一件事情 这个 我们这个细题啊 教的情况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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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